截止7月9号 加拿大新冠确诊病例106805例 死亡病例8749例 而邻国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了3224334例 死亡病例也已经高达135885例 虽然加拿大的疫情没有美国如此严重 但疫情还是给加拿大带来了很高的失业率 加拿大失业率在今年5月达到了近几个月的峰值13.7% 加拿大政府为了抗击疫情也没少花心思撒钱 从疫情最初爆发到短短的几个月内 加拿大联邦政府已拨款近2000亿加元 用来帮助国民和企业 眼看着联邦政府未因疫情失业人士提供的紧急救助金 CERB就要领完了 公众呼吁政府向全民发放基本收入的 Basic Income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本周三 国会预算官员吉罗克在一份报告中正式宣布 从今年10月开始 计划为几乎所有加拿大人提供6个月的基本收入 每人最高可领取18329加币 总耗资约980亿加元 目前CERB合一项450亿加元的补贴计划 将于10月份到期 吉罗克给出的最新估计 如若延长加拿大紧急响应补助金 则其成本可能会超过现有600亿加元预算的一倍 吉罗克设想的一种情况是收入超过1000加元的福利领取者 每超过1元 政府会先收回0.05加币 并允许CERB领取者可以再领取12周的福利 延长CERB领取时间 并准许人们赚取额外收入 将使政府支出再增加640亿加元 若只将CERB领取周数从16周延长至28周 至2021年1月 政府额外支出将为579亿加元 如果从10月份开始发放基本收入 一直发放至2021年3月 则预计总花费可达475亿加元至981亿加元 报告显示 年龄在16岁至64岁的加拿大人平均可领到4500到4800加元 和现在很多加拿大失业人员在领的CERB救助金不同 基本收入也可以看成是由政府发放的最低收入保障 是针对所有人的 且在申请时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考虑到如今联邦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 吉洛克指出 如果实施基本收入全民发放 政府可能会取消150亿加元的税收减免政策 实际能领到多少钱 现在还是可未知数 面对政府向民众发放的救济金 很多民众却持反对的态度 认为这钱不该花 因为在CERB发放期间 还有不少人通过冒领或者榨领 领取救济金购买毒品 如果落实全民基本收入计划 不就是变相再给隐君子发钱吗 还有很多民众指出 那些辛辛苦苦 勤勤可可 在疫情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工作 反而不如在家躺着领救济金来的轻松 还有在解封后 明明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却为了能够继续领取CERB一托在缩 那么发放CERB的初中何在 民众的担心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这撒了钱可都是民众的血汗钱呀 如果撒得不到位 疫情好转后 政府会不会加大税收 将这部分库存给补回来呢 远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 就出现了加拿大人民担心的问题 随着澳洲的逐步重启 澳洲不少公司 本着眼巴巴等着开始赚钱的 结果却开始叫苦不跌 因为重启后 发现根本招不到人 澳洲政府向民众发放的Job Seeker补贴的钱 比工资还要多 澳洲人民自然就不愿意找工作了 很多雇员说到 他们准备9月份补贴结束的时候 再回到公司上班 加拿大政府为了减少这种现象 也做出了不少的补发措施调整 如政府正在检讨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计划 鼓励公司多申请 以减少申领CERB的人数 政府曾建议立法延长福利 但在合法情况下 可以反攻却拒绝反攻者 及雇主要求反攻而予以拒绝者 或可以工作但拒绝合理工作职位者 福利将被停止 吉洛克的报告估计 政府对不愿工作只愿坐领延长CERB者 支付的金额可达32亿加元 但如政府准许收入超过1000加元的人 也可领取CERB救助金 则成本将升至370亿加元 目前此项发放基本收入的提案 只是一份前瞻性的预算还未通过 虽然有人指责加拿大联邦政府大撒币 但是受益的18至64岁的2300万人 可以说是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顶梁柱 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被加拿大经济从这场严重的衰退中走出来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